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的新闻自主 难道这是可以随意践踏吗 海外新闻自由 国民党怒呛苏贞昌 原来是绿营的政商关系 加上在媒体的大咖 还有很多重要的金主 联手要来抢食中天新闻台 牟头群指向苏贞昌NCC 过去十年来也没有对中天处罚 直到苏贞昌上台连两年 做财罚都跟政治评论 政治立场有直接关系 郑立文更逐一驳斥NCC 在重大违规记录上 苏贞昌上台后 就增加新闻内容财罚 而且涉及政治评论 政治立场 广告报道有无侵害他人 订户纷争处理 都没有任何周分 而中天财务状况上 中天有赚钱 收市排名也是前几名 其他营运也不足以 有撤召证据 人选都已经安排好了 用哪一谁当主委 哪些亲律的学者当做委员 这个都是全部都准备好的东西 美国很多媒体很讨厌川普 川普也没有关掉任何一个电视台 这个审查执照 当然是社会关注嘛 好不好 就是我们各种方式的谈话 都会变成不同角度的解读跟压力 新政院回应两年内 中天虽然最高有近千万罚款 但各电视台都有遭到开罚的记录 证明NCC独立行使职权 无论在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下 政院都没有介入 但NCC的独立性 真如新政院所形容的吗 10月26号听证会见真正 记者故事杨林树仪台北报道